父母的父母很早之前已过世 父亲手输一份老两口共同遗嘱 没证人 一儿一女为继承人 立遗嘱的日期是在母亲已被确诊为老年痴呆之后 遗嘱上有父母两人签字和手印 母亲很显然没有行为能力了 共同遗嘱是否有效 第一个问题 如果共同遗嘱无效 是这个遗嘱完全无效 所有财产只有法定继承 还是父亲那一份那一部分有效走遗嘱继承 母亲那一部分走法定继承 先问这个问题 首先这个写在一张纸上这个遗嘱 从原则上来讲 只要是他这个内容表达清楚 字确实是这个两位老人签的 写了这期实践当中 司法实践当中 基本上会认为他们是有效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说您母亲换了二字海默了 这个确诊以后了 形成的 那其实二字海默跟这个没有民事行为能力 这二者之间不能完全画上等号 因为二字海默这个病呢 咱们说老年痴呆 它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 对吧 可能这个病程的时间非常的长 那尤其在轻症的时候 这个人的意识完全它是没问题的 但能够正确表达自己的想法 是没问题的 不能说他今天一确诊了 从今天开始 他就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了 没有民事行为能力 必须要经过生效的法律文书 人民法院来确认这个人 没有民事行为能力 他才没有民事行为能力 因为这个有没有民事行为能力 对一个人来说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 如果一个成年人没有民事行为能力 那意味着你就变成一个孩子了 变成一个五岁孩子 你说什么都不算 甚至你也不能说了 没有权利 对 这没有权利了 这是非常严谨的一个事情 所以不能因为你母亲患了病了 去了诊了 就不能留下遗嘱了 这二者肯定是不行的 只要这个字是你母亲签的 真实 这确实是他本人签的 那其实这个遗嘱是很难被推翻的 咱们再换一个角度说 假设那个母亲的字不是母亲签的 是父亲代签的 那很显然这个遗嘱的内容 对于母亲的财产或者遗产 是不发生效率的 但是父亲呢 只要是他签的 那对于他那部分 当然是可以用在他身上的 这个没问题 很清楚 第二部分还是这个案子 父母过世 父母生前拥有一套房子 两个子女 留有一份手术共同遗嘱 遗嘱显明房子卖后 先拿出三百万 给三个孙辈每人一百万 然后两个子女评分 你看看这父母啊 对孙辈非常一定要保证 孙辈先得钱 本人感觉遗嘱无操作性 因此无效 两个理由 一孙辈不是第一顺序继承人 房产过户怎么写上每个孙辈一百万呢 两个子女评分 余下的呢 这不合理 这是这个人认为 第二他认为 如果房子只卖了二百万 只卖了二百七十万 不足给以三个孙辈每人一百万 那怎么办呢 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 这个首先第一个问题啊 这个可能有一个理解的错误啊 这个网友可能认为 怎么先给第二孙辈了 就还有子女啊 对吧 但是一个大前提是 我们现在说的是一份遗嘱 对吧 这个遗嘱什么叫遗嘱啊 咱用白话说 我想给谁就给谁 我现在是给我孙子了 我也可以不给我孙子 我也可以给对门的邻居都没问题 对吧 所以这个跟第一顺位 第二顺位就完全没关系 那个第一顺位 第二是法定 那是在法定计程当中 没有遗嘱的谁排第一谁排第二谁排第三 那才有顺位对吧 现在所以在我们这个事里面不存在顺位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他认为这个遗嘱没有可操作性 所以遗嘱就无效了 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 因为遗嘱是否有效 跟他是否能够实际操作 其实不能说是不能完全化等号 对吧 什么叫不可操作 假设我现在有一套房子 我留个遗嘱 但是我十年以后才去世 但是第五年时候我把房子卖了 那很显然这个遗嘱他不能说的无效 当时他是一份有效的遗嘱 只不过他在实现的过程当中 客观上出现履行不能的这种情况了 实现不了了 对吧 但是遗嘱当年肯定是有效的 是没问题的 至于具体到这种 比如说这个网友说极端情况 说这房子就卖300万 那严格按照老人当时这个遗嘱的意思表示是 拿出300万来每个孙辈100万 他说卖了270万都不够 他假设卖270万 但是按照老人的意愿 是每个孙辈三个孙辈 应该每个人拿100万就是300万 剩下的部分两个子女评分 但是剩下的部分是多少 不知道 没有说是多少 对吧 所以其实这个份一路 我觉得是可以操作 假设真的卖了270万 那对不起 三个孙辈一人90万 没有剩下的就没有子女了 就三个孙辈评分 就评分了 前提是卖了多少钱 先给评分 评分如果超过100万 你们三个人分300万 如果不到300万 那我觉得按照老人的意愿 三个孙辈三个平分了 平分没了 那就没了 平分完了 没有剩余的 并没有保证 这两位子女一定有 如果卖了301万 你们俩一人5000块钱 有道理 对吧 没有保证你们一定有 很遗憾 这位网友失望了 但是法律就是这么解释 王律师解释非常清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